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1年的7月29号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大概就是在旺市的 现在有两个正在热卖的这个项目 想带大家分析一下这两个项目 到底哪一个更适合投资 价位呢 都是大概才1000到1100左右 如果大家在节目后面 我会大家再update一下 最新的一些楼盘的信息 还有哪些盘要开盘 什么时候开 或者说这些 哪些是可以期待的一些项目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了两个 在Vang地区的新开盘的项目 一个是Vincent 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 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都在忙着帮第一批预定的 这个VIP客人在拿盘跟开发商 开发商呢 这次Vincent 康朵呢 他们是决定了不把这个price list公布出来 也就是说是只针对这个Platon的白金代理 如果你们有客人就直接交这个worksheets reserve unit 他们就直接放盘 就直接把单位就分给你的客人 所以呢有点特别啊 这次这个VIP开盘这个Vincent 这个Vincent还有一个项目呢 就是在这个 Azlington跟Steels的 也在Vang 这个项目的名字呢 是叫Hermont at SXSW 名字有点长啊 大家就缩写就叫Hermont Condos 这个Condo呢是Premont 这个developer 这个是开发商开发的 Premont呢 它是主要是大部分是做这个Low Rise 它的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大的一个开发商 资金也是很雄厚 有着30多年历史 在这个多伦多地区也开发了很多项目 我为什么要拿这个项目和这个Vincent Condo比呢 因为我给大家大概来说一下 从四个方面来比较 这两个呢 首先这两个盘呢 都是现在都在卖 而且一个是刚刚开盘 一个是卖了一段时间 两个盘呢都在Wang市 Wang市是今后多伦多 市政府包括Wang CityWang 会大力开发的 因为地铁的延伸线呢 延伸到了这个Wang VMC这个地方 所以会带动周边的一大片的地区 开发包括商柱 包括这个工业 包括这个一些那个 Commercial Building还有Residential 所以现在很多的大的开发商呢 都争相的去抢购 这个Wang附近这些地盘 当然了就是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些 有实力雄厚的一些开发商 能够占据主要的位置 这两个盘我拿出来比较主要 从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价格 我们看一下Vincent Vincent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Vincent两室两个洗手间 707 sq ft 他卖到78万 Vincent呢 这个地点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Hurvey 7跟这个Gen Jane的东南角 他是步行可以到这个Vincent Subway的 这个是Vincent的这个价位 他而且车位和Locker是另外算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SXFW 也就是Hellmond Condos 他呢不在Vincent 这个地铁旁边 但是他是靠近这个 Eslington跟Steals 这个地方呢 到这个开车到Vincent Subway 需要五分钟时间 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价位 从价位上来说 他有一个775尺的 这个两室的两个洗手间 只要77万 而且他还是包括一个Free Parking 和一个Free Locker 所以呢 算下来的话呢 也只有7 如果是不算Parking跟Locker的话呢 也就是70万 70万可以买到一个775尺的房子 那尺价就相当的低 而且呢 在这里两个地方的租金收入呢 也是应该差不多的 我们先看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价格 很明显就是说 这个Vincent价格是比这个 这个Hellmond Condos要贵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Vincent就是Walking Distance to Subway 这个Hellmond Condos呢 他需要开车五分钟 他有一个Shuttle Bus 也是差不多五分钟可以开到这个 这个VMC的这个Subway 所以这就是一个地理位置 所以这就是一个地理位置 第三呢 我们考虑它的这个周围环境 在VMC的这个 这个VMC这个Subway 旁边的这个Vincent呢 它的周围环境呢 可以知道 因为这是一大片的 这个Walking City的Center 以后就是City的市中心 这里有这个Public Transit 还有很多的一些Walmart 还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场 Shops都会在这里开发 包括Community Center 都会在这个VMC南部的 在东南角 就是Hwy7跟Jana 东南角一大片会开发出来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 基本上来说呢 基本上以这种设施比较齐全 是作为一个优势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Hellmond Condos 它呢虽然不在VMC边上 但是它周围的环境非常好 它是应该是说 有很多的绿地和这个树林 就是说而且view也非常的好 比较适合于那种比较欣赏环境 闹中取静的 也离VMC呢也不算太远 开车五分钟 但是呢住在这里呢 环境就非常的好 非常的安静 这就是地理环境 周围环境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点 就是分析一下这个租客人群 租客人群呢 如果是你买了Vincent作为投资 租客基本上就是各类都有 包括甚至于在Dontown 或者Midtown 沿着地铁沿线 觉得比较方便的这个工作人 professional 一些worker 或者呢就是学生 York University的学生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Hellmond Condos 它的租客人群呢 基本上可能就是说只限于学生 当然也会有一些small family 因为family比较喜欢一些周围的 有一些树啊 有些绿地啊 有些公园 比较多一些的地方 可以就是带着孩子周围活动 所以呢 这两个房子的这个租客人群呢 实力有不同 但是从租金来说的话呢 这两个地方的租金应该是差不多的 不会相差太大 如果是一室的话 最多也就100到200块钱的这个差别 所以综上所述呢 这四个点看下来呢 当然如果大家就是说 一定要买这个subway附近的 那就是mincent 没有话讲啊 包括这个我们之前开的festival 都是在这个subway边上 如果考虑这个 这个投资的这个回报 包括这个价位呢 因为我们投资基本上来说 还是要捡一些比较便宜的啊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这个Hellmond Condos 而且呢 这个房子现在是 所以One price fits all 也就是说没有level premium 如果你买二楼的和买22楼的 同样两市都是77万 没有价钱区别 所以的话 现在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还是有不少的户型可以选择 现在基本上这个两个项目 我就介绍完了 下面给大家update一下 最近的一些信息 100号Queen呢 年前我们就预计要开了 在Downtown的100号Queen East 这个Condos呢 现在改名叫Queen Central Condos 这个Queen Central Condos呢 基本上来说 会在大概8月中旬的时候会开盘 大家呢 就敬请期待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300号Blow West 这个盘呢 会晚一些 可能要到9月份才能开盘 它是collective的 这collective 大家也应该知道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 world winning的开发商 在我上一期节目也介绍过 再加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 刚刚跟开发商开会的一个EX Condos 在这个Mississauga Square One附近 这也是一个大型的开发社区项目 在Square One附近今后会有 20到30栋开发商会盖出来 所以这边的人口 包括这个周边设施 在Mississauga附近都会跟上 这个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 我们当然还有Danny Danforth Vincent我们现在还在卖 就是第一批分盘还在帮客人卖 还有就是Mississauga的这个 Voyer Condos的第二期也要出来 还有就是在这个Oakville的 Oakville的还有一些盘 包括还有一些low rise的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还是最近还是比较忙的 比较盘比较多 我今天呢就主要介绍了一下就是 Hellmont Condos和Vincent 这两个在Von这个地方 到底是选择哪个 比较合适 就给大家稍微分析了一下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